周杨卿过去曾和罗志祥交往9年 但两人在他2020年 取冲对方对感情不忠后就宣布分手 此后他的感情世界就一直备受外界瞩目 这期间他除了和富二代罗号交往过之外 也曾和小十岁的段欣欣爆出绯闻 这阵子更是有人一直在传谈罗志祥复合 不过早已被本人否认 最近他在回复网友的评论时 不但安慰对方不需要有容貌焦虑 更自爆了感情现状 有网友就问他有在恋爱吗 他坦然回复说没 甚至连聊天的对象都没有 之后他更补充说 虽然偶尔也会想要谈个恋爱 但因为身边都是很优秀的人 大部分时间还是挺好的 所以我也没那么需要爱情 对于周杨卿如此通透的爱情观 网友都超级赞同 表示恋不恋爱不重要 把自己开心过好就好 而且看着他这么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 好多人也都喊话要向他看齐